大家好,看这个半扣对接方法 半扣对接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很实用 我们在工地,接钢筋,接铁丝均可使用 看看,非常的简单实用 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拉木结与双半结组合的一个绳扣 它具有银钉结的特性 我们打一个双半结 打好之后,看看 受力的时候,这个绳扣是不变的 非受力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调节 非常的实用 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双合定位锁紧结 我们这样先穿过来 然后再返回这个绳圈 从这里掏出来给它 然后看看这节点 我们收紧完成定位嘎嘎地 大家好,给大家分享的是果农常用的一个拉枝结 看这个拉枝结,非常简单 而且很实用 果农们常常用到这个拉枝结 看看,非常实用 大家好,给大家分享一个平结结绳结 平结虽然简单 但是一不注意就会打错 我们这样 两个绳头再一侧 这是正确的 看看 这样越拉越紧 来,这样 然后解开也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们把这相同的一根绳 这样一拉 来,这样直接抽开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项链,手链,床头挂戒的一个打法 来,我们这样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这个绳的再掏出来 掏出来我们这样整理一下 来,整理好之后 我们开始打法 我们这样再次 再次的交叉 然后 红绳再掏入 我们这样再收紧 一直重复这一个动作 打几个循环都好看了 好,我们再打一遍 来,这样交叉 来,红绳子 这样 插入 来,我们这样收紧 即可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打了六个循环的效果 大家好 我们的钢磁绳 如果来不及插绳圈的话 来,我们就用这个 给它打一个结 也是非常的实用 然后我们再穿一次 大家可以看这个 非常实用的一个绳圈 大家好,三股绳 给大家插一个绳圈 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我们第二个 我们这个绳圈是 反着插的 来,我们把第三根也插上 插上拉紧 整理好之后 我们开始正式的插 来,我们这样 压一挑一 也是反着插 看看 来,我们压一 给它挑一 插入 我们 只需这样插三道 最少要插三 至五个循环 方可使用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三个循环的效果 大家好,三股绳的插解 我们这样一根 一根 隔一根的插入 插入之后 我们开始插 压一根 调一根 插上 也是反着插 我们插完这一头 可以整理一下 再插这一头 我们这一边最少 插三个循环 方可使用 当然插的圈数越多 越结实 大家看一下 三个循环的效果 大家请看 这一个魔术圣洁 我们家庭聚会 朋友聚会 我没打此结 和逗他们开心 一笑 我没感到很幸福 我们这样一拉即开 非常的神奇 看到视频的朋友们 大家好 给大家分享一个 纽扣洁的打法 纽扣洁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一个装饰性的圣洁 以前老太太衣服上的扣子 就是用这个结 来做成的 我们现在 在那个唐装 服装上 也能看得到 也可以用作 项链 手链 收尾的一个神结 我们这样 拉紧整理 这个就是整理出来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好 我们在拧铁丝的时候 我们首先做一个这样圆 然后 我们这样再盔盘 盔盘的时候 我们 在这个楞 的地方打结 这样比较结实 我们这样拧两圈以后 我们这边再拧上 拧铁串 非常地结实 了